科比之后,齐尔斯球衣也即将退役北京时间12月19日,是一个注定被载入NBA史册的日子。 湖人队为他们的传奇球星科比举办了球衣退役仪式,而在同一队,为同一个球衣退役两个号码更是前无来者。 科比是在2016年夏天选择了退役,而在今年夏天,海尔克人队传奇球星保罗·比尔斯也宣布退役。 海尔克人队将在2018年的2月12日,海尔克人队主场凌战骑士队的比赛中可以比尔斯的34号球衣,加上去年12月就已经退役了球衣的更惨。 可以说,他们带走的是一代人的青春,加内特也在2016年退役,然而另一位传奇球星也在2016年夏天离开了NBA赛场,他就是狼王加内特。 加内特的NBA生涯同样富有传奇色彩,在森林郎队和海尔克人队都开下了自己深深的烙印。 加内特为森林郎效力了14个赛季,带领球队赛入过西部决赛,自己也拿到过MVP奖杯。 加内特为海尔克人队效力了6个赛季,在2008年带领海尔克人队拿回了扩别22年的总冠军奖杯。 可以说,加内特为这两支球队做出了自己不可磨灭的贡献,可是直到今天为止, 加内特的球衣都没有被这两支球队吐利,加内特是森林郎队的图腾。 首先来看森林郎这边,在不久前森林郎队老板泰勒接受采访时,他说了这样一句话, 就我们而言,我们已经多次邀请千克去做那件事,因此我认为,我们现在在等待千克任意去做, 不管是出于任何原因,在那件事上他一直很冷静,但我确定那件事情会发生的, 我们并不着急,我告诉他办公室的门一直开着,而且我们很期待那个时刻。 然而近期加内特在谈到森林郎队时却这样说,我跟森林郎的高层相处不太好, 他们很烂,我想过重回森林郎管理层,但前提是以泰勒为首的管理层离开球队。 在当初加内特宣布退役的时候,加内特和森林郎曾经有过不太愉快的经历, 看得出来,森林郎有意为加内特退役球一,但是加内特对森林郎管理层一直心怀见地, 加内特给绿山军带来的不只是一座总冠军,带来看海尔特人这边, 白白讲,以绿山军的历史来看,加内特只为球队带来了一座总冠军奖杯有些过少, 但是就时代来讲,在现在的年代夺得一次总冠军的难度要比之前大很多, 对于凯尔特人队来说,最重要的是加内特帮助球队重新找回了凯尔特人的王者气质, 在加内特到来之前,这支球队已经失去这种气质很久了, 直到加内特将他们重新找回,并且保持到现贯, 同时,加内特还为凯尔特人队拿到了历史上第一个赛季对将红手球员奖杯, 加内特的球衣注定将被两队退役, 再来看两支球队的做法, 自从加内特在2007年离开森林郎队之后, 森林郎队至今没有人再穿21号球衣, 全明星球员吉米·班克勒在加盟森林郎之前曾胜穿21号, 但是到来之后也更换了自己的号码, 而在绿山军这边,自从加内特离开凯尔特人队之后, 5号球衣也再也没有人用过, 在加内特宣布退役后几天, 2016-17赛季NBA大拉开, 在媒体见面日上, 很多记者就凯尔特人是否会退役加内特的球衣向安吉提问, 安吉本不想透露, 可是在记者们的评论下, 安吉还是松口向大家透露了这个消息, 安吉笑着说, 拜托,你们都已经知道答案了, 安吉话音一落, 全场的记者都和他一起笑了起来, 所以,种种迹象表面, 加内特的球衣将被天林郎队和凯尔特人队同时退役, 当地编舞着手, 优优 delivery team第二次啊跟班项盘雨嵎湖重点& 最近,吗向大家 deck了美娱王这个組员改变这种原因了, 不再而意思不cere估认判会了很识 dynamic,